10位來陪我們看一下 這種兩房兩位浴的格局 當然它有這種設計 可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這些設計是 建商想辦法把所有人的需求 擠到一個框裡面 而這個需求最好 滿足越多走人越好 可是每個人有特別的需求 像我就喜歡蹲馬桶 所以你家一定要兩個瘟 要不然你老婆 一定要跟你分手離婚 可是像我家一個人 我一個馬桶就好 我兩個馬桶要幹什麼 對 我會插花是不是 可是建商賣房子 其實根本不是為了馬桶 其實一切都為了好賣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有些房子是你覺得好像很漂亮 可是事實上要好住才是重點 比如說好了 我們每個人都會挑餐廳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餐廳 因為一個好餐廳 代表說一個團結的家人 大家回到家 老公回到家願意吃老婆煮的飯 或是老婆回到家願意煮老婆 好 先幫我講 這個門在哪邊 門是在 門在這邊 好 門聽出來 門在這邊 客廳 進來餐廳 所以餐廳通常是代表 是一個家庭有沒有團聚的 一個意義在 但這個不代表說單身的人 我們講說是一家子 就像事實上你回到家 結果你不進餐廳吃飯 你就直接進房間了 人家會不會最後離婚 怪怪的 怪怪的 最後就是四三分之二 所以一個好的餐廳 代表一個好的家的 這個是好的餐廳 你看進來 餐廳 這是廚房 客廳 餐廳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餐廳是好的 不是說因為它是圓的關係 或是說它是豪宅的關係 跟它無關 而是說它有一個 很好的安定面 大家人在這邊看完電視 吃飯就過來這邊 你會覺得說這邊是一個 很安全的地方 離廚房也不會太遠 對 然後你會聚在一起 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餐廳是好的 所以不怪有錢人 越吃越肥也是這樣 每次都回到家吃飯 但這個餐廳 一樣是開放式的餐廳 對不對 這客廳 餐廳 廚房在這裡 對不對 一樣是開放式的 這個餐廳就沒有人要吃 因為你要想 這麼笨 坐一坐 我回房間一下好了 對 後面剛好有個走廊對不對 坐在這邊不舒服 因為後面好像有人監視你 算了 我回房間好了 他的餐廳的動線在 在走到上面 他的安定面就不足 你說這邊要不然坐 瓦斯汙路在這邊好麻煩 臭臭的 算了 對 不要錄了 這個就我家就這樣 對 大家都這樣子 這集跳過 完蛋了 你死了 四三分裂 我完蛋了 不是 你們家遇到這種情況 還是可以改 怎麼改 可以改 為什麼不能改 第一個 你儲蓄用好一點 就是你的抽油煙機 還有你的冷氣 另外製成一個系統 這邊可以做一個空調的系統 讓這邊比較涼爽 夏天就會有人在吃飯 然後你這邊的話就是 燈不要開 你幫我消掉這個紅線 吃飯的時候 你只要開這邊的燈 只有這邊是亮的燈 其實它全部都暗的 形成一種牆壁的感覺 神經 我買房子剛開 買新房 我還為了後面這個 燈要設計一下 所以為什麼有人找好的設計師 你的家就變得很溫暖的感覺 就大家願意回到家吃飯 差別就是這個燈 所以一個好的格局 沒辦法 你有錢的大概是好格局 所以餐廳不要在家裡的 走道 或這個動線上 是 萬一沒有錢 你只能買到有走道的話 就用燈來解決 這個是唯一能夠解決的方式 所以買房子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平面圖當中 第一個就是餐廳不要在動線上 對 因為很多人看到那個樣品屋 上面就是那種白很漂亮的餐盤 就買了嘛 我想搞不好你也是這種人 水晶燈好美 我就為了水晶燈 我們很窮只要買這種房子 很少來 然後再來我們講說 考試考100分的房子要怎麼做 我到底問你幹嘛 問益中 他教書 到底什麼樣的學生住什麼樣的分子 沒有 那個學生看到他都會暈倒 因為他肌肉太多了 我們講的是說 房子格局 很多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忘記有格局 就是忘了書房這件事情 我們看這個好了 這個書房其實是個不好的 怎麼說 你看 床在這裡對不對 書桌在這裡對不對 對 你人在那邊唸書嗎 對 很多人的家庭是這樣 這個算不錯的 看到有床就睡了 是 你怎麼唸書 然後還有睡... 這是什麼 瓦斯爐 瓦斯爐 對 洗衣機 媽媽在洗衣服 看不下書了 媽媽在煮飯 熱死了 房間待不住 走 所以住在這種房子 大家都考試考不到一半 好像這個房間 枕頭後面是這個鍋 這個爐具 好像是不太好 風水不太好 對 實際上是因為太熱的關係 然後這個是因為方向性的問題 對 當然說可是我沒辦法 這是窮 沒辦法 住不起 你看這個格局就是好一點 就是我們講說這個臥室 這個桌子 座位在這裡 後面有一道牆 不管是衣櫃 書櫃 只要是什麼櫃都可以 只要是它是在一個櫃的前面 一樣有安定面的感覺 你坐在這邊念書 你就會比較專心一點 我就是這個例子 我國中要考高中的時候 我就坐在這樣子的位置上面考書 所以把你教得講那麼壞 真的 後來我就念到前面 我告訴你 我就考上前三次院了 可是大家都很討厭你 因為是 不是兩回事 我們講說考試100分好嗎 就不折手對對 考100分 對 對 而且房市人 大家都好討厭你 那沒辦法 那個是他們 因為他們不想這樣架 馬上一定討厭我 如果剛剛聽到前面的話 他以後房子都不蓋這種型 我跟你講 是 可是就是因為我以前講 考試要考100分 如果你家是這樣的話 你只能改一下 就是你盡量書桌 你給它轉個90度 當然我們是說可能比較難 那更好睡 往後躺就好 對 可是你在念書的時候 至少你眼睛是往這邊看的 對 好 你是看外面或是看桌子上 至少不會一看看那道床 所以至少稍微好一點 是 好 好 我們看到 這是書房的問題 另外還有包括了 這個我們一般臥室 怎麼選擇 好睡覺是大家重點 要不然你睡不好 就是腦神經衰弱 到時候也是夫妻離婚 平面圖 其實這平面圖都是個幻想 這幻想會變成 當你買房的時候變夢想 但最後住去就是變理想 那最後有時候 大家都是想都不敢想 就是因為我們這平面圖看不懂 有時候就覺得 看到就覺得新房子來了 這就是我未來的家 可是真的住進去 剛剛特別提到 像第一個 這個餐廳不要在動線上 另外書房書桌的位置 要特別想好 因為他們畫圖是怎麼好擺 怎麼好畫 對 其實你們要回到平面圖上 來看這個房子會比較客觀一點 因為平常我們看房子 實際的狀況的時候 比如說你去IKEA 你看到說好漂亮 窗簾多美 大家注意都是漂亮的東西 反而忘記真正使用的東西 我們最後講到睡覺的部分 像這個是剛剛同一個格局 就是餐廳不好的那個爛格局 它的臥室就還不錯 你看 它的臥室在這邊 這個是一張床 床的旁邊 不是頭上面 有開窗 所以這邊有個對流 所以這邊有個圍器流 就是你會覺得這邊 有風會這樣吹來吹去 有兩個窗 對 對 還不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反而是OK 而且頭後面沒有開窗 像這個一樣 頭後面沒有開窗 然後它的樑在這裡 也沒有在壓樑 也沒有壓在頭上 它樑等於是在外面 不在裡面 對 然後你看 該注意的都就是 你看頭後面是什麼 沒有 牆壁 空間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電梯 馬桶都在後面 通通都沒有 可是這房子外觀很難看 因為它樑都是外面的 沒關係 外觀是路人看 不是你看 對 而且上面再貼一下 你喜歡的東西變好看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講 板橋那個案子 它就是全家都失眠的房子 這是預售物 你看 第一個樑在這裡 對 它樑夠粗的 那你怎麼睡 沒辦法睡 然後它一個窗戶在這邊而已 好吧 一個窗戶算 可能比較門 你就開窗對樓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床 非常的小也就算了 我們先不要講大小 這床怎麼可能睡得下 真的 它就是打地鋪 搞不好是這樣 可是建商跟你講的兩房 兩房 對 軀著睡 捲著睡 好 頭後面是什麼 馬桶 管道 這不好 對 腳後面是什麼 洗衣機 因為它唯一洗衣機的人 擺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都不太好 你這個絕對是不好睡 所以小孩子如果睡今天 大概也是每天都失眠 你大人睡這邊 大概也沒辦法睡 因為你要驅著睡 所以也是睡不好睡 對 所以十位的 你的弟弟就睡這種房間 就考很爛了 沒有 我弟弟現在是有錢人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看到 其實這平面圖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觀眾朋友看平面圖 不要只有想像 特別要仔細去看這個平面圖 不管像十位提到 一些小美感 像樑的問題 像剛剛我說樑在外面 看起來在大樓不好看 因為外面都是柱子 條瓦 可是事實上 它因為糧跟住在外面 所以居住的品質跟風水 可能就要好的非常多